Hello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用一碗面粉和6个鸡蛋 分享一个营养又好吃的早餐 400克普通面粉里面 加入4克酵母 再加入一小勺盐调味 用210毫升温水来和面 搅拌成絮状后 给它揉成面团 这个面团是稍微偏软一点的 揉好后表面抹点食用油 盖上保鲜膜 饧发30分钟 往里准备一些韭菜末 再把6个鸡蛋打进去 里面加入少许的发酵粉 一小勺盐 给它搅拌均匀备用 洗完好的面放在案板上面 记得抹上一层油,棚沾 直接给它撑开 这里不需要排气 再给它分成小剂子 再把切好的方便糖子 丢进蛋液里面 裹上鸡蛋液泡2分钟 电饼村热刷油 放入面团 泡的时间越长 里面吸收的蛋液就越多 用勺子稍微按扁 表面可以再少一点蛋液 煎至一面定型金黄后 给它翻面 最后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方便鸡蛋早餐饼就做好了 表面有鸡蛋韭菜的香味 里面肘子非常松软 像面包一样 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个吃法肯定比包子馒头更受欢迎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